- 弱克人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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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 弱克人EXE 沒錯今天就是要來介紹弱克人EXE 弱克人EXE它發生的故事線是在 一個網路世界非常發達的一個時代 人手都有一台PET 全名是Personal Terminal 有點像是大家現在手上每個人都有智慧型手機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PET它是有安裝網路領航員的程式 這個網路領航員有高度的AI 它可以像朋友一樣跟你聊天 可能有點像我們現在的Siri 雖然Siri如果主動跟你聊天你應該會下 相較於弱克人其他系列是以機器人世界為主 EXE它就比較像是網路如果蓬勃發展的話 它會走向了世界線 在EXE的故事裡面因為網路發達 所以就出現非常多的網路犯罪事件 而EXE的遊戲故事就是圍繞在遊戲的主角光熱斗 和它的網路領航員 也就是這一次登場的 洛克人打敗電腦病毒 保衛世界和平的故事情節上 洛克人是安裝在光熱斗的Cathleen 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思考和感情的網路領航員 熱斗的爸爸在開發網路領航員的時候 原本是用熱斗的雙包塞哥哥的基因 希望能讓熱斗和洛克人達到完全同步 但發現這樣的做法可能會讓熱斗帶來的障害 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它做了一些調整 後來在因緣際會下 讓得到的修正檔 讓熱斗和洛克人隨著故事的推演 可以達到完美同步 這也就是洛克人的同步設定的由來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位網路領航員布魯斯 布魯斯的操作員是一級院延三 延三他雖然跟熱斗一樣是一個小型生 但他擁有一流的網路對戰技術 年紀雖然還很小 就已經擁有公職的網路對戰員資格 在劇情最開始的時候 延三將網路領航員完全視作工具 讓布魯斯單純以人工智慧來進行戰鬥 而布魯斯也因此缺乏對人們的感情 雖然他強大而且總是被網路罪犯人所畏懼 但他的言行舉止中卻也因此總是透出一股冷漠 但隨著岩山和熱斗的相遇 他也從最剛開始無法理解操作員和網路領航員之間 超越指令的默契漸見底有所改變 而這也改變了他和布魯斯之間的互動 透過以上的解說 希望可以讓大家對洛克人EX有多一點的了解 那在這次的聯名活動中 有些玩家會覺得說 電子孔卻明明就是洛克人EX系列裡的BOSS啊 為什麼他這次跑來EX的聯名活動裡當關主呢 關於這一點 我們會在下一集的非正規情報戰跟大家說明 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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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